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对着实在的进步 大家的消费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今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支付平台 卫手大家喜欢 不过支付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有一些人则是有疑惑的 如果亲人遭遇意外 那支付平台里的钱能不能取出来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其实大家并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心 只要支付宝没被注销 那里面的资金就会一直存在 并且它是受国家监控的 而至于不知道支付宝密码 亲人不能提借的问题 其实马云也有着比较暖心的处理方式 人体管方式比较麻烦而已 早知道早预防 所以那些长时间不登录的账户 也能会自动发送信息验证其是否在世 如果迟迟不回信息 那就会进行查证 如果发现对方已经离世 那就会主动和继承人联系 此时继承人需要准备继承证明 用户的死亡证明 以及个人身份信息等 传递给支付宝官方 在审核通过后 及格获得过时亲人的遗产 大家记住了吗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期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